这个英国是个谢天机的事情 这里头我们这个标题里头漏了华为两个字 那么这主要就是说现在 为什么这个华为这个事情 现在这个整理说已经建在悬上 是必须要谈的事情 主要就是因为各国有关于 这个通讯系统的下一代革新 革新已经到了必须要发包 要开始施工的阶段 然后这个整个大致上国际上 对于这个5G 特别是5G这方面的这个建设 基本上这个蓝图跟这个规格 各国之间的这个规格跟接轨的 这个东西大致上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已经到了必须要发包的事情 而且当然市场上也有这个需要了 也就是说举例来讲 假定说现在大家要传东西 要下载一部影片的话 过去呢这个是很慢的 这个所谓过去就是讲现代 如果用4G来下载的话 还是相当慢 比较如果用5G的话 如果你现在下载10个Gigabyte的东西的话 也许几秒钟就下回来了 那么如果你用4G的话 可能还要等几分钟 所以这个5G的这个事情 基本上是这个建在悬上 必须要做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 有关于自动化的东西 都必须要靠5G这个即时快速的来传送这个数位 数位的资料能够使得很多事情可以做起来 包括像这个包括像无人车 还有很多这些东西都需要5G更好的这样子的通讯设备 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建在悬上了 所以现在各国这个先进发达的国家呢 都在对5G的这样子的施工开始开始发包 开始进行来做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大前提了 那么现在当然几个美国这方面就当然对于这个所谓 对于华为 现在华为是这个世界上首一的 开发5G的最大的这个厂商 那么也是除了硬碗体都是这个全世界领先的 但是呢由于这个华为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全世界的这个这些主要的西方国家呢 基本上对于基于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 基于对于中国现在目前这个政府的不信任 加上中国这个体制 所以连带的对于这个华为也不信任 因为华为始终没有办法解释跟交代清楚 他跟中国政府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尽管他一讲再讲了 大家都还是不相信 特别是包括这个任正非这个创办人的本身的背景等等 那么现在这个即使他在解释在技术上 各方面都不受到中国的政府的影响 但是因为中国现在有新出台一个情报法 必须啊 这个一根据中国的情报法的话呢 那这些中国的企业都必须接受中国政府的指挥 在必要的时候呢 要必须服从中国政府的这种命令 来指使做一些事情等等 所以这个华为本身在外界拓展他的业务的时候呢 有一个这样子先天上的法理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缺陷 那么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到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就觉得是说这个华为在必要的时候呢 他会接受中共的这种指令啊 会造成美国这个如果使用这个华为这个系统的话 那么会造成这个国家的安全会被泄露等等 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基本上这样想了之后 这看起来在川普政府已经形成是一个既定的国策了 所以呢不但是国策呢 既然这样做呢 他还要向外面推广 那么跟美国所有分享情报的人 情报特别在情报方面的人 那么美国都要求这些国家 你必须啊 这个不能使用华为这个产品 所以这样出去了之后呢 很多国家原来都跟华为正在谈的 现在都开始重新检讨他这个政策了 当然这有几个国家是关键国家 必须受到这个必须受到大家瞩目的 那么英国就是其中之一个 那么英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英国英国本来一开始也是倾向于支持美国这个政策的 后来英国自己本身慢慢更修改了 认为说可以这个 当他们这个技术部门国安部门出来说了之后说 基本上如果在有限的啊 在有限的这个 在这个监管的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如果成立一个这样子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在监管美英国跟华为之间的这个技术来往 在监管的情况下呢 可以控制这个国家安全 不会受到这个这个影响等等 所以基本上是说是有可以说是有条件的 跟华为合作 所以这个英国政府的这个一个态度 那这个态度当然还是受到美国的反对 所以美国一直在这个说服英国说你不要这样子做 那么在英国自己本身的这个情报部门 基本上是反对这个反对使用华为这个系统的 那么英国这几个系统呢 跟这个有个所谓叫五眼联盟的啊 这个五眼联盟是这几个主要的美国日美国这个 美国英国还有澳大利亚等这几个五个国家 组成的一个主要情治人员情报界所组成的这样子一个联盟 他们对于这样子华为的这样子的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啊 那么都有一个共识 所以在英国里头呢在情治部门方面是反对这个使用这个华为这个系统的 那但是这个事情必须要解决 而且这里都有很大的中国政府的压力 跟中国政府之间这个贸易来往的事情 在这个上个礼拜四呢 那这个这个英国政府呢就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级别的会议 由这个首相梅伊主持啊 那梅伊主持这个会议呢 基本上这个这个在在这个英国的这个主要的这些负责人 情治的负责人包括这个MI6还有内部的跟MI5这几个内部跟外界的这个情治人员都到场 然后包括外交部长还有这个国家安全大臣这些都到场了 所以去开这个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结果是英国决定有条件的使用华为 那么只是使用这个非核心项目的华为这种产品 当然所谓是什么叫非核心华为这个东西还没有完全明说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说 只会这个只会使用华为周边的一些技术性的东西 而不会使用华为本身这边出产的有包括这个伺服器啊 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这个定位的东西 特别是能够传讯个人资讯的这方面的东西 他不会不会使用等等 那么但是这个决定的基本上是是开会的时候就决定 这是一个很机密的事情不会对外宣布 特别是不能让任何国家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英国的这个美日电讯报呢 在之后就暴露这个事情出来就把它暴露出来了 那么暴露出来之后就显得非常尴尬 因为这个在整个层面来讲都非常尴尬 一个好像是英国政府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 然后必须开这个会 然后决定我们只能用一部分其他部分不用等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受到美国本身的压力所造成这个情况 所以英国政府也要很小心 不能让人家别的觉得说他是美国政府的这个打手等等 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布露出来之后呢 就让大家非常尴尬 就是说这是你国家政府最高级的会议 怎么可能会冒出来呢 这个会流到外面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呢 所以英国这几篇的报纸都在骂这件事情 在批评这件事情同时还要追究这件事情 像这个英国这份报纸就说了 Ultimatum to Cabinet Minister in Huawei League Investigation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英国上场下下要求要调查 调查谁呢 调查出席这次会议的英国政府高级官员 到底是谁把这个事情摟出去的 像这个标题是说 Whodunit Captain Suspects in the Huawei League Ministry 华为这个在他们开会 华为这个泄露 这次会议重要结论的 到底是谁做的 现在有五个人 这五个人 这五个人做出来 其中包括这个 英国的外相 还有包括英国的这个实际的国际负责人等等 这五个人这个现在 要叫他们这个 所谓英国的这个 英国自己本身内阁秘书长 等于是这个等于像是美国这边白宫幕僚长一样 这样子的位置 他要求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 大概将近有十几个 他加上一些幕僚 要把他们手机都交出来 而且要去检查他们的这个WhatsApp 就另外一个手机的通讯系统 看他们到底把这个事情 是不是透过手机 泄露出去给媒体 那么现在 目前以这五个人的这个嫌疑最大 这五个人基本上是反对 反对这个英国使用这个华为的这个设备 那么他们也许就是说 他们把这个开会的决议提早泄露出来 也意思就是希望能够动员舆论 动员这个 或者是国际上的压力 使得英国政府 这个不要去使用 这个华为的这个产品 所以在英国来讲 这个当然是很尴尬的事情 所以现在就去调查 就是你们自己政府 这么高级别的开会 都居然有人泄密 而且利用手机来泄密 那么这个当然是 非常尴尬的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要调查这个事情 那么在同时呢 在同时这个事情 由于这个 由于这个 这个英国做了这个决定 就是我们现在分两部分 看一部分是 一部分是 英国自己本身内部泄密的问题 那么因为泄密的问题呢 使得外界早点就知道了 这个第二部分 就是英国决定要用 这个部分非核心的 非核心 这个华为这个设备的项目 那么这点让 这个美国就非常紧张了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专门负责这个通讯 还有国际通讯的等等 这些 这些一个副国务卿 助理国务卿 这个叫Robert Slater 他昨天呢 就在这个国务院举行了一场 这个线上的会议 那么这个 他这个会议呢 就基本上重新在升任 当然他是公开 可以问任何问题 可是基本上 媒体上的多半都集中在问 就是说 这个到底 这个美国这个 对于这个华为的政策是什么 所以昨天这个这个斯雷特 我们看有一张照片 我放了他那个档案照 这个斯雷特就是说了 我们美国 美国对于这个基本上的政策是 任何 他讲的比较明确 任何 有关于使用到这个华为的 华为任何一个通讯设备跟设品 如果要伤及到 这个美国国家安全的话 是绝对不容许这个 所以这个话就讲的 这就是这个 这个Robert Strayer 本身这个他昨天开的这个会 他这个名称是 Debute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the Cyber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Policy 那么他是 等于说他现在是美国政府主管 这个有关于这个网络安全 还有国际这个网络通讯合作 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 那么他也代表美国政府参加了 去年几场重要的这个 这个有关网络安全 跟网络未来发展的这个会议 那么他昨天基本上呢 这个基本上他所说 他这个他昨天他在这个视讯会议上 跟几个媒体出现开的视讯会议上 就明白就表示说 这些在我们在美国现在的立场 不使用华为 不使用华为主要是因为 华为本身有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 这个他有一些事情 会受到中国政府本身法令的 这种规定 因而可能会服从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在使用这个情况下 还必须考虑到这个这个 每个国家自己本身的人权价值 跟这个人 跟这个 跟这个这个资讯保护的这种情况 也意思就是说 暗示这些这些使用这些 华为政府的国 华为是华为设备的这些国家说 在这种情况下 你必须考虑到说 万一这个华为这些等等的 技术上漏洞 或者是缺失 使得你自己国家本身的这个人民 人民的这个个资 个人情字资料 受到这个这个侵犯的话 你应该怎么办 你必须考虑到这些事情 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人权的问题 在这里头 所以他昨天在跟其他国家 在谈这个其他国家的媒体 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基本上是从这个国家安全 还有经济经济效益 再加上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国家的基本认同的人权价值 或者这几个方面 来跟这个媒体来谈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话 昨天他也是基本上 也是警告这个英国了 他还说 假定说有些国家 要使用这个华为的话 华为视频的话 美国必须重新考虑 或者是重新评估 跟这些国家的这个关系 所以这个像这个华尔街日报 就昨天他基本上就是 把这个Robert Slater的话 都讲了一遍 就是说 United States would rethinking intelligent tie if allies use 华为technology 那这边就是我们 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美国政府 这华尔街日报 这也是引述 美国政府里的官员的话 假定说这个 美国的盟友 Ali 如果他们要使用 华为的科技的话 美国会重新估量 跟他们这个情报 互相接触 跟来往的这些关系 那么这个话 当然就是一个威胁了 这个美国政府 等于现在已经对这些 所谓的自己的盟友 从英国 法国 德国一直到东欧 这几个国家 都已经打过招呼了 就是说 你这个绝对不要使用 华为的东西 否则以后我们跟你之间 不会分享这些军事机密的 那么在这一方面 其实在北约这方面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军事组织了 在北约这方面 美国这边就已经 美国的军方 就已经跟各国的军方 都在打招呼了 所以你们如果现在使用 华为的这个手机 或华为的通讯系统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合作 那这个当然 对美国国家来讲 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都在考虑 这个事情中 必须考虑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这个美方已经发动全面的 从去年开始 发动全面的这个 这个攻击 压力 要求要对于这个华为 这个等于要退出 这个西方这个市场 那么在同一方面 这当然中国也进行 各种方面的这个反扑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 任正非自己也跑出来讲话 当然还有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英国的现在驻 英国 中国 中国驻英国的大使 也去 向这个 英国的这个媒体 各处去喊话 所以这个 说这个华为 是一个正当营运的公司 第一个 第二 他绝对不会受到 中国政府的命令 跟要挟等等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是这个 马来西亚的这个首相 这个马哈迪 趁着最近到这个北京 参加一带一路的会议的时候 那么也公开的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任正非见面 也到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华为的这个北京总部去参观 那么就这个 就这个 主要的这种发达国家来讲 他们比较不担心 他们可以有另外的方式 可以取得相关的华为技术 但是成本会相当高一点 但是就这些 这些东南亚国家 或者一些非洲国家 他们如果要发达5G技术的话 就必须找便宜的 但是品质也很好的 那 华为当然是首选的 所以现在这个 这个这个 马来西亚的政策呢 也是也是开始去 也是会有条件的 来这个使用 这个这个 这个华为的购买 或者是装用 华为的这个产品 当然美国这方面 也对马来西亚有施加压力 因为马来西亚在东南亚来讲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情报 收集的国家 所以现在 我们现在看起来 就是说 这个这场战争 以美国现在的这个 这个持续度 这个压力持续的增加度 而到现在没有改变的 这种情况下来讲 很多国家可能被迫 要必须跟美国 来分享这个重要的情资的话 他就必须 不能够使用华为的产品 也就是说 现在华为在全世界的 这个市场 会萎缩 他必须跑到 只能跑到东南亚 或者是一些其他 这个非洲国家去了 这个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情况 大概 这个在美国的压力下 华为会没办法 这个进入这个重要的 这个西方的这个市场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别的一些 一些华为的问题 包括像孟管舟 孟管舟的问题等等 那么昨天在对这个 这个 这个国务院这个官员 在问的时候 就是说 中方一直在觉得说 这个 美国你现在这样子 说我们华为 会有这些问题 但是你始终拿不出证据来 说这个华为 这个有任何这个 安全上的缺失等等 但这有两点的东西 可以 可以跟大家报告分享 就是 第一个这个官员就是说了 他说 其实我不必讲太多 这个重点是说 华为当初跟这个 T-Mobile 美国这家大的公司 T-Mobile合作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 就已经窃取了 T-Mobile的这个技术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那个所谓 所谓这个机械手 这个T-Mobile 美国这边最大的一家 这个手机供应商 那么T-Mobile 它有一支供应手 这个机械手 这个机械手 机械手可以用来测试 这个手机的页面 那因为如果你用人工来测试的话 要花很多钱 很多的人工力量等等 那么如果你有机械来测试的话 就会降低成本 那么这个技术 只有T-Mobile 那个时候有 所以华为借T-Mobile 合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把这个机密 这个技术上的商业技术 就窃取回去了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就被美国有关单位 就录下来了 都已经证明了 那么这个也告到这个法庭去了 这个在民事上 这个华为也赔了T-Mobile 很多钱 但是现在在最新 就去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 重新把这件案子 这个原来是民事和解的 这个案子 重新用刑事的方法 来提出控诉 来证明这个华为 尼尼确确 是有进行这个商业科技的 偷窃等等 所以这整个一块 证明说 美国对于华为的 这个打压 并没有停止 那么这个当然是显示出 这个如果以后 这个5G怎么样工作 比如说你在车里头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各个主要大的 这个高楼大厦 上面都有装有这个不同的 这个接应的 这个伺服器 还有这个反应器 跟这个传输器 那么如果你这样开车 经过的话呢 这个速度会非常快的 你就可以接收到这个讯息等等 然后你这个车子 如果你是自动驾驶的 或者你车上 车上有任何一些 所以智慧型的接收用具的话 透过这样子5G的通讯呢 会非常快 让你这个 让你这个工作上也好 或者是这个娱乐上的话 也会得到最好最快的服务 那更不要讲 在军事跟这个国防上 还有太空上 还有航太方面 这种这种优势在哪 在这种地方都会展现出来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这个我们现在知道 一方面是英国在查 他们自己内部 到底谁泄密了 另外一方面 这个美方 这个对于这个所有国家 基本上基本上放话了 就是大家不要使用华为的产品 否则我们不会跟你分享 这个军事 还有国家安全的这些情资了 所以这个事情 现在可能还继续发展了 不过以这个情况下来看 美国政府不会放弃的